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本次环绕器的变轨过程 大概持续将近两个小时 在这期间 环绕器上的发动机将点火 以降低环火轨道的高度 从而进入新的环绕火星轨道 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生产的点火时长 大概是四分多重 通过一次点火 同时完成远火点和近火点的高度降低 在此之前 环绕器处在大椭圆中继通信轨道 近火点高度为400公里左右 远火点为12000公里左右 通过降轨进入的摇杆使命轨道 近火点高度约为265公里 远火点约1.07万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变轨过程完全由环绕器自主执行 我们环绕器的变轨 一直都是自主完成的 我们针对变轨过程 进行了相应的可靠性的设计 在这个过程中 一旦就是单机或者说部件发生故障 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荣誉备份方案 对行上的发动机敏感器 其他的执行器 其他的执行器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切换 然后通过这种切换 保证电轨的顺利安全 天文一号环绕器环绕火星的设计寿命 约为两年 自今年二月进入环火轨道以来 环绕器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这一次进入摇杆使命轨道后 它将运行一年左右时间 对火星进行全球科学探测 而在完成这项任务后 它还将执行拓展任务 到明年年底 环绕器的设计寿命结束之后 我们还会根据星上的具体的状态 设计新的任务 通过降低伪道 增加对火近距离观测不断 然后获取更多的火星探测数据